现在去海鲜市场看一下有没有比较稀奇的螃蟹或者龙虾或者螺 买一个回来做今天的视频 Let's go 现在已经到这边海鲜市场了 去挂一下 这里面都是卖冻的食品 这种洋食的是不是冰冻起来 没有 等一下跑咯 你给我上来长得丑还不敢见人啦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文哥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今天我们的主角是这只巨丑无比的螃蟹 这一只2.5斤花了我500块大眼 这种螃蟹市场上很少见 网络上也找不到太多的资料 老板告诉我这个是产自美国 真正的名字叫中森和蟹 属于石蟹科也是深海蟹 这是网络上的资料 你别看它长得这么丑 它还有一个很高贵的名字 跟它外形完全不搭配 皇后蟹 我网络查过皇后蟹大部分指的是雪蟹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丑的螃蟹也能叫皇后蟹 所以只能说它是世界上最丑的皇后 这脚没张开谁能相信它是螃蟹 跟一块石头没差别 我发现这个角度看它有点像皇后的皇光 估计就是这样子 所以叫它皇后蟹吧 这螃蟹很有意思 这上面还有两个洞洞呢 肚子很有特色 这一块长得挺漂亮的 我感觉这螃蟹太害羞了 我拿在手上它都不张开脚 OK 会话不多说把它下锅给蒸了 这蒸好了颜色看着还蛮好看 看着挺有食欲的 不会像刚才生的那样看着都不敢下锅 里面都是空的 长得这么奇怪 我要先从哪里开始啊 这个是调的姜醋 先把它肚子挖开 有一点汤 这个肚子好软啊 这肚子里面还有一块好大的肉 这块肉能不能吃啊 应该能吃吧 把这个内脏给挖掉应该能吃吧 这个肚子要挖掉 试一下 肚子这块肉没什么特殊的味道 有一点咸咸的 但吃起来挺Q的 一股海鲜味 先把它搅给蟹了 哦 这个大钳子 试一下这个饺的肉 满满的一管肉 这个蟹肉很嫩 还有一股特别的香味 跟我们这边经常吃的那种青蟹 还是差别蛮大的 嗯 这个蟹太刺人了 很扎手 嗯 真的很好吃 吃这个蟹脚太会食了 蟹肉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蟹很多肉 这个脚挖掉以后这都是肉 嗯 这里面怎么这么多水 这个蟹怎么没什么蟹膏啊 尝一口试一下 嗯 好咸哦 就是一股咸咸的海水味 不过这个白白的东西口感很好 太咸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打一个大鸡 因为真的这样应该会蛮好吃的 这一块好多肉 嗯 这一块肉吃的爽 这个蟹好吃是好吃 但是我感觉它没有大炸蟹的那种鲜甜味道 嗯 大口吃蟹肉真的太爽了 这个部位的肉特别多 这个是也有一股我说不上来的那种香味 吃个大钳子吧 钳子里面的肉好饱满 这吃的太满足了 嗯 我觉得这个钳子里面的肉会更好吃 更脆 感觉也会更香 这个大钳子的肉真的太好吃了 500块钱的蟹果然是不一样 今天我这吃螃蟹的工具不行啊 不好用啊 得买个蟹八斤回来 这个蟹看起来没什么肉 我刚刚还以为肉不多 现在我才吃了一半 感觉到有点饱 吃这个脚太费劲了 我以为我慢慢吃吧 先来总结一下这期的视频 我觉得这个蟹500块钱 性价比不高 跟青蟹和大杂蟹比 感觉还是差到那么一点 我感觉也就是吃个稀奇吧 所以不建议小伙伴买这种蟹 还不如买地碗蟹 OK 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下一期我继续给大家找这种稀奇的食材 喜欢我的小伙伴 点个关注 评论转发收藏 谢谢 下一期我们再见 拜拜